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效率高的人 做事情效率高的人更能够得到领导的待见 会增加更多的锻炼机会和发展空间 而且这样的人一般有自主和归纳的特质 知道什么能助于自己学习和提升 也善于采用一些技巧来获得成功 三 头脑灵活的人 头脑灵活的人浴室比较冷静 处事也比较理智不鲁莽 也就是说做事谨慎 不成匹夫之勇 是真正的智勇之人 这样的人能很好地完成工作 在节约时间节约成本的情况下 达到完美的效果 四 有冒险精神 办事果断的人 办事果断的人一般属于精干性 这样的人一般是能力和智慧并存的 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 看清形势 能果断地做出判断 也容易比人先行一步 五 抛弃面子的人 都说脸皮厚的人会越走越好 那就是把面子抛弃的人 俗话说死要面子活受罪 能看得清形势 懂得握心肠胆 能隐忍 这样的人才会等来胜利的时机 六 不安于现状 刻苦耐劳的人 不安于现状 证明他是一个有追求的人 但不是盲目和好刚勿远的追求 是能为了自己的理想 而甘于奋斗 勇于拼搏的人 这样的人才能越走越远 也容易受到钱的青睐 七 善于抓住机遇的人 俗话说眼光耳听懂利弊 消息比别人灵通 眼光比别人长远 能分析出事情利弊 这样的人便能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 既然有利就要抓住 抓住了机遇也就迎来了成功 八 珍惜时间的人 时间是宝贵的 珍惜时间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努力奋斗 才能看见胜利的曙光 若是不珍惜时间 想着还有明天 那人生又能有多少个明天呢 九 眼光独到坚持己见的人 有自己的见解 证明这个人思想独立 眼光独到 能看清别人看不懂的东西 要做到这样的境界 肯定是有富足的经验 和饱满的才情 如此才能思想独立 与众不同 十 有总结习惯的人 总结自己的对与错 既然知道了自己的对与错 就肯定会知道取利避害 把不利的 错误的改善 对的 正确的扬善 如此才能进步完善 做个智慧的人 虽说性格影响秘密 但有些行为 却可以因为坚持与习惯去规范 从而摆脱性格命运论 如果你相信 人生是由秘密之神主宰 那么摆在你面前的 就是一个巨大的漩涡 但如果你相信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你就能走出漩涡 收获硕博累累的成功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有好的建议 欢迎留言评论 下期再见